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天上最新消息 有两个原因是这么理解的 跟我们现在今天KK讲的东西是很像的 一,你去捡那个枪的时候可能被人干掉了 这是第一点,你的保护自己 第二,所有的老兵他都有一个喜用食怪 你这个枪,捡他的枪 他可能连准心都不准的 你拿出来打,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的 这是大部分人会想到的 第三个很重要点,后来我才知道的 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比如我军,我们是用五六冲 用八一杠,现在是用九五到九七 枪打出来的声音是有固定的声音的 你是军事迷啊,很熟悉啊 我们统一方面面 武统方面面以后 对面拿着T85,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拿T85,你可能会以待你的队友来打你 好了,这个逻辑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工具它没有好和坏 所有的工具,无论是实体的工具 在线的工具 首先解决一个效率的问题 效率的一个指向很关键点是顺手 那是问题来的 你凭什么说你的东西顺手 我觉得还是 因为用户使用出来的效率提升了 或者这么讲 就是说还是来自于说 你要去 就是你的产品的迭代是跟用户互动出来的 产品的迭代是跟用户互动出来的 不是你逆想出来的 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训练年底上线的第一个产品 是数据分析跟运营管理的工具 对不对,这个管理的工具 目前在这个细分市场应该 就是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也不说的特别大的话 就是说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 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可能拥有最大的流量 我们有了跟用户最新的迭代的方式 就很多用户给我们建议 对 现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比如说 客户是我们的客户 当然 就是目前 就是我们没有说 没有问过他 能不能怎么样 但是他确实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说是事实 然后比如说 那个 那个北美有个叫V 就是W111 它是一个北美的一个 生鲜电商的一个独角兽 也是我们的客户 对吧 然后那个 法国的有一个可能Holman Game 它是一个类似于 游戏游戏的独角兽 它也是我们的客户 对吧 然后他在 用我们的SARS 用我们的数据分析 就是SARS的时候 就给我们提建议 你是个金格打针士 Kevin King 金子才是谁 我们核心 其实还是花了更多时间 在说帮用户去做 对他们的确实 他们想要的功能 或者说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是我们可能一直 在努力的方向 那我就好奇了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 我还是这句话 这一开始我们Kevin讲的 对 我们做这个Create Video 不是去征服世界 我们需要帮助世界 对 那世界包括中国 中国跨境出国电商 那么多的人 我们最近这半年世界 为什么一直很 一直在关注多渠道 多平台 包括独立站 包括DTC 包括虚拟IP 包括元宇宙 包括所有东西 因为我们都共同有个问题 我们是有能力创作原创内容的 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东西 这是我们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 对 但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不仅仅是B端的这种起伏公司 对 2C的 这种卖家 对 平台卖家 独立站卖家 包括现在亚马逊已经开始 鼓励卖家去外面 去站外投流量了 是 我给你Commission 反繁荣 Ebay本身就是很强 要必须要做强站外的 对 那更不要说现在的这种DTC 独立站 好 这群人 你怎么去帮助大家 嗯 他们都很头痛 我这个内容 你看 最夸张的是怎么说 我 我们俩认识那会儿 我在做一个 那一会儿 我在做一个叫智能突变生产 对 然后两年前我们有个朋友做了个项目 说Inferences 嗯 他是做AI算法 啊 我知道 然后有人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人脸给换了 AI合成 问了半天 他就是不想去花时间去做 这个快时尚的图片的生产 他想直接用AI把他上出来 就人都是懒的 中国卖家业跟海外的卖家一样 商家一样 他都懒的 你们怎么帮助他们 嗯 还是说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 我做海外的营销或者海外市场很多年了哈 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客户 嗯 对吧 所以呢 其实切入海外的短视频这一块 是来自于说 我们其实在18年的时候就开始用TT的流量 18年 对 比较早 就是我们就开始去找一些TT里面的creator 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的TT的creator 都是高中生 嗯 甚至初中生 OK 你会发现说 没有任何效果 嗯 所以我就想 诶 那 他的流量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我去跟Business讲 或者说是我去跟我的朋友讲 诶 你们来投这个其实没有意义 嗯 所以所有的流量是来自于说 他的用户群体的增长 嗯 或者说是这些用户 用户变得在这个平台里面越来越专业有关 对 所以我才思考到说诶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知道说别人都做的怎么样 嗯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内容都做的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们就我们的切口点就做了这么一个数据分析的产品 对不对 然后让他们看到 嗯 然后他们就有些人就在使用 比如说包括我们 我们其实没有花钱去做任何的营销的工作 嗯 但是因为原来我们就我们一本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自己做博客的文章 然后呢然后呢自己做一些SEO的工作 嗯 就有很多的一些免费用户进来进到我们这个平台 嗯 他们在不断的去提升他们的内容生产的效果 嗯 比如说我们跟有几个比如说巴西的有一些creator 还有包括越南的 包括美国的跟欧洲的英国的很多creator在沟通 嗯 我们说哎 你们这里面有哪些功能是你们需要的 嗯 对吧 比如说是跟跟跟他们构成的构成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的专业度变得越来越专业 他才有了具备能够拿过来的流量 或者说是能够去最后服务于弊端 所以前提是前面的环境要形成 所以其实从你这个观点来看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帮的跨境出货电商 从于在内容上的问题 我们需要等吗 嗯 需要等待大家对这个内容生产的这种重要性吗 嗯 两个纬度吧 就是说第一呢 我们看TT现在的 他是通过商业化去推动他的整个的生态的进度 好 对 比如说通过这种上 不管是可能他的TTX也好 不管是其他的商业也好 他通过商业化包括给他们的这种fund也好 基金对不对 给创作者的created a car 然后呢去鼓励他们 让他们生产更多专业的内容 让他们做的更好 对不对 然后呢他 你说要等 我觉得成功的一半是忍耐 另外一半是等待吧 等是需要的 只是说 只是说就是时间的长短 就是说 呃在我看来 他并不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匀速的前进 嗯 他是一个加速的前进 他不是说今 不是有百分之六 对 他不是一个匀速的前进 对 也许今年可能 哎他可能只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可能明年就百分之两百 是绝对有可能的 就是他的他的 比如说他以前的 呃我们称之为user 是属于 呃高中生初中生 对不对 嗯 但是他的渗透 不是说等这些初中生高中生 到大了 再去渗透到更大的年龄 对 而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用抖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或者说看抖音 很早的时候很年轻人用 一下就渗透到老年了 嗯 所以他的渗透是一种指数局的渗透 嗯 所以在这个维度里面我认为说 等需要 只是说他等的时间可能比我们预计的短 所以对于商家来说PGC跟OGC这两个商家 现在2C的商家最头痛的点其实是 一方面他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对对 对这个从influencers economic 对 网红经济 对对对 到creator creator economic 对 从内容经济 这个过程到content 这个整个过程他需要去理解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相当多的朋友都说 哎呀流量好贵啊 对 大媒介的流量很贵啊 是因为你的content没有创业 嗯 这很重要 那content很创业 这我找不到人了 对 所以 我们现在创业 创业好贵啊 对 你看现在招一个编导 我们上次有个朋友招一个编导 可能最少都二三十k以上 然后呢 随便来一个面子 他还给你喊个价格是五十k 嗯 对吧 你要想这个 这在过去你很难去想象 绝对说这是泡泡 对 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是这样的价格 那放到海外 也是泡泡 更是泡泡 就更加了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在中间 其实我们面对海外的 并不是头部的 我们称之为creator 嗯 我们其实更多的看好的是 我们称之为 腰部跟肠尾的这批creator 中小 对中小的creator 其实中小的creator 他们没有什么变形渠道 他们生活的情况 其实并不如意 然后呢 他们也并不是他们全职的工作 嗯 但是他们又追求自由的生活 对吧 所以 为什么说creator economy 是一个未来 以前叫零工经济 现在叫creator economy 对不对 就是是因为欧美日韩 或者说一些发达国家人 他们追求自由 他们希望说 差异性 对 差异性在里面 但他们有创意 对吧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看他们的粉丝 可能只有两三万甚至五万 他其实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 你不能够让他们去赚到他们应该赚 或者说有价值的钱 是可以 一定不 有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粉丝大 是因为你抓住了一个机会的风口 不代表他就会创作内容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中常委的人 他是会创作内容的 而且中常委的人 我们认为 你看全球的creator 有五千万的creator 全职的creator 有两百万的creator 就全职的 你还有那么多的creator 其实是他可以 比如说每个月兼职 他可以赚个一两千美金 或两三千美金 我觉得你会说这个话题 我要跟KK单独关了镜头 因为他聊的都是我们的伤心事 我们所有做内容 创作的伤心事 当你从一个小的creator 对 你想去找变现 不可能 很难 当你开始毫不用积攒一点点 你想要放大 你发现力不从心 对 好了 你历经千辛万苦了 总算有了一个小小的底子 对 可能可以有个正向的循环 对 但你很容易就被一个高维度的压 对 然后价格战 对 好了 再往大一点 特别特别幸运 像我们这种特别特别幸运 完成了一个机构的 对 这么一个过程了 你会发现 其实我估计你们也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 还挺痛苦的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你刚刚所描述的 所有阶段我们经历过 对 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也不是特别完美 但还好一点就是我们 找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自己定位 这一点是我们耐以生存的点 这个特别好 但同时我们只是个案 对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 阿美跨型出来 有 但是它可能付出的代价 接近2万家 也有1万多家 是因为它的变现的方式更多元化 海外的influencer marketing 它的变现方式很单一 只有头部能赚钱 稍微微步 你可能都无人 很难很难找到合作的人 对吧 所以它的变现方式再变得更多元化 Creator economy 它的前提是说 它的变现模式越来越多元化 比如说你可以找你粉丝收钱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找B端 可能小B端收钱 然后你可以找 甚至你的一些 不一定是你的粉丝 他可能觉得喜欢你内容 他也会可以找到收费 对不对 他有各种各样的收费的方式 更多元化 剧牌 에는 好了 我们 ただ